在最近的剧情中,经过审讯,兵号之前的证词被全部推翻。 现在证词前后矛盾,严三郎也有理由请指官家,重审严家的案子。 至于严家的结果如何,一切还得等官家的定夺。 夜晚的雨稀稀粒粒,一滴一滴滴入人心,叫人心烦意乱,不得安生。 严严躺在牢狱中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惊喜的是,莲篇和桑琪几人一起来探望她了。 见莲篇担忧的模样,远远赶紧劝慰,承诺自己不久就能清清白白地出去。 而且她也想清楚了,出狱后就迎娶莲篇,就算被母亲暴打一棍子,也要将莲篇明媒正娶娶回家。 莲篇喜不自禁,可是对她来说,只要奄奄平安,就算无名无分也心甘情愿。 两人这番你意我浓的模样,着实让一旁的桑琪和燕云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可狱卒却不解风情,强行将莲篇等人赶了出去。 可谁知狱卒的真实目的,竟是来给严严开门的。 几个人又惊又喜,赶紧离开这是妃之地。 严严被放出狱,卓贵妃很是恼怒。 可仔细一想,他们的目的其实并非严家。 只要将尾巴处理干净,就让严家过几天快活日子。 卓贵妃直言自己最近听闻了一桩趣事,说是宋佳音在外声称她是卓文远的正妻。 卓文远有些惊讶,急忙解释这并非自己所想,而是宋佳音自说自话罢了。 而卓贵妃却自有一番琢磨,她倒是很乐意和宋佳成为亲家。 宋佳在朝中的势力不逊于桑家,而且宋佳和卓家一直合作密切,若是卓文远取了宋佳音,也算是稳固了宋佳的支持。 可这宋佳是出了名的墙头草,如今倒向这边,不知明日又会倒向哪里,卓文远只觉得和宋佳合作的处处小心才是。 桑琪扶着桌子沉沉睡去,燕云芝进来瞧见,便轻轻将她唤醒。 两人乘船出游,欢笑嬉闹,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。 皎洁的月光下,晚风徐徐吹拂人心。 桑琪和燕云芝相拥而卧,抬头仰望无尽星空,美得令人沉醉。 两人嬉笑怒骂,桑琪洋装恼怒地突然起身。 燕云芝一把拉住她的手,将她压在身下。 月光透过两人的发丝,盖上一层暧昧,甜蜜的青纱。 这日,桑太尉被官府抓走的消息突然传来。 据燕眼称,她当时正和太尉在府中商量对策, 突然就来了一伙官丁,领着圣旨,并将太尉带走。 桑琪不解,夜爹虽然是为严家求情, 但从未有过语举之行,更不会惹怒官家。 无奈之下,桑琪只好去找卓文远。 卓文远也知晓,桑琪此次前来的目的, 承诺定会护桑公周全。 桑琪悄悄到狱中看望跌跌,脸上满是担忧。 事出突然,桑太尉也无法提供什么线索。 另一边,盐盐从严大人那里得知, 是有人指认桑太尉, 而这个人就是他们熟悉的人魏展宏。 这个消息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, 自从那次魏家被流放,魏展宏便销声匿迹, 大家都觉得他掉入悬崖必死无疑。 可如今他突然出现,让桑家陷入困境, 这其中并有蹊跷。 为了找到魏展宏的蛛丝马迹, 桑琪邀请学子们一句, 拐弯抹角询问魏展宏的下落, 可却无疾而终。 与此同时,严三郎搜寻全城, 也并无收获。 这件事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 没有丝毫头绪。 桑琪突然想到了一个人, 也许他有办法。 说着桑琪便找到卓文远, 可对方似乎也不知魏展宏的下落。 不过,卓文远答应桑琪定会救出桑太尉, 条件是桑琪嫁入卓家。 桑琪极力反对, 可眼下他却并无他法。 桑琪淀花员, 桑琪宫ayo, 感谢观看